希特勒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动者 在二战期间犯下种种罪行 但就是这样一个战争柜子手 却有传闻称 他在二战期间之所以迟迟不打中国 是因为他有中国情节 对中国情有独钟 事实真的是如此了 接下来就为大家讲述 希特勒在二战期间不敢攻打中国的原因 进入主题之前 希望您可以长按点赞两秒 并关注一下 给我一个支持 咱们先来说说 究竟是什么事导致希特勒有中国情节 而这些事又是否真实发生过 客观讲述与分析 如果有不同观点 仅可提出 希特勒在成为战争狂魔之前 早年经历非常坎坷 童年相较于同龄人来说并不好 希特勒有着一个不富裕的家庭 妻妇虽然从一个街头邪匠 混到海关委员职位 但微薄的薪资 依旧是很难喂饱家里的几张嘴 希特勒自小成绩良好 父亲并将全部七瓦 放在了他的身上 那时希特勒没什么野心 也没什么杀戮心 内心反倒是满满的浪漫主义 他的理想是当一名浪漫的画家 然而现实总是要比想象的更加残酷 等到希特勒成长为小青年 父母接连去世 他的生活陷入到困境当中 不得不流浪到维也纳 街头行起 靠卖画为生 在这里 有一家旅居在奥地利的中国家庭 对希特勒心生怜悯 无私的事与援手 这对姓张的中国夫妇 不仅无偿提供给希特勒 500奥地利的帝国先令 作为他的学费和生活费 还常常邀请他到家中吃饭 给予希特勒家的温暖 甚至于当这对中国夫妇 得知希特勒的绘画天分后 还主动帮助希特勒 联系当地的文明的维也纳美术学院 并主动资助他进入大学学习 正是因为这对中国夫妇的善举 使得希特勒的心中产生一股 对中国人的亲切感 渐渐的他便有中国情节 认为那些来自东方文明古国的人 都是善良和无私的 希特勒在成功登上宝座 掌控德国大权后 本想找到这对夫妇进行感谢 但却没能找到 因此为了报答这份恩情 他便选用其他的行事方式来回报 而这也就是所谓的 他在二战期间不攻打我国的原因 但实际上以上这些说法都经不起推敲 首先张信夫妇故事 找不到任何来证明真实的资料 在希特勒本人写的自传 《我的奋斗》中根本找不到这段材料 在另外一本最具权威性与真实性的希特勒传中 也找不到任何资料证明 希特勒曾接受过中国夫妇帮助 除此之外 就算是不纠结这故事本身 这里面所牵扯的历史节点 也是漏洞百出 希特勒在过完17岁生日时候 他的母亲仍健在 并且家庭条件也并未变差 在母亲劝说下 希特勒曾在1907年和1908年 两度到维也纳美术学院求学 但均被维也纳艺术学院拒绝 等到此事之后 希特勒的母亲去世 她的生活才变得窘迫起来 所以这个故事并不可信 希特勒也没什么中国情节 等到希特勒掌握大权后 在二战前给我国提供军事援助 但他之所以这样做并不是出于中国情节 而是出于扩军备战的需要 以确保从我国获得稳定的战略原料 也就是矿产资源 并不是无私援助 值得一提的是 自1933年到1936年 中德两国的关系 处于前所未有的蜜月期 等到1937 在德国对外出口国家中 中国名列第12位 而在二战中 跟德国统一战线的日本 仅位居第20位 而我国对日作战的军火 有80%左右都是德国提供的 虽说当时中德之间的亲密关系 无人不知 几乎已经到了令其他列强 羡慕嫉妒的地步 就连英国报纸都评价称 中国在同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 无论是从经济关系 还是军事关系 德国都独占凹头 但这样的光景 也仅仅持续到中日战争全面爆发 中德关系随之急转直下 希特勒果断停止 对我国的援助 等到1940年9月 德国签署 德义日三国同盟条约 中德关系彻底宣告破裂 希特勒不仅撤走了军事顾问 还承认了围满中国的存在 将中国战场直接交给日本 还是那句话 国家与国家之间 没有永恒的朋友 只有永恒的利益 希特勒与我国交好 也只是想从我们手中得到一些利益 并不是出于什么中国境界 并且如果他的内心 真的对中国人存在感恩 那么又怎么会对中国人动手呢 1944年5月 德国的秘密警察听从上级命令 前往唐人街抓捕130多名中国人 这些中国人不仅被没缘由地关在牢房 而且还被迫做些高强度劳动 最后 这些人大多都被德国警察虐待而亡 所以说 希特勒对待中国人和犹太人的态度 没什么不一样 他照样是一个残忍的战争狂魔 喜欢中国的说法 无从谈及 关于他心存中国情节 所以在二战期间 不对中国出手的说法 就更是无稽之谈了 希特勒为什么不打中国呢 其一 时局的需要 一战结束后 德国对凡尔赛合约 以及协约国的打压耿耿耿于怀 全国上下都蔓延着复仇的情绪 充斥着重振辉煌的渴望 更重要的是 上世纪30年代初 德国深受经济危机打击 人民生活很不好过 在这种情况下 希特勒的侵略主义和对外扩张就受到国民支持 在希特勒自传中 就记住着他掌握大权后一直遵循的目标 在德国控制下建立一个日耳曼大陆体系 很显然 最直接挡在他面前的障碍就是英法和苏联 日本情况和德国类似 其国内也受到经济危机巨大冲击 并且具有军国主义传统 因此 他所奉行的同样是对外侵略扩张的政策 德一日能选择合作 一起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 是因为他们的利益并不冲突 且都具有侵略性 希特勒本身对日本并不看好 甚至对日本有轻视意味 但即便他们谁都看不惯谁 可爱不过 他们都需要同样具有侵略性的合作者 共同发起二战 以达到自身的目的 恰好德国的首要利益是欧洲大陆的霸权 而日本核心考虑 是对东亚和西南太平洋地区的控制 两者利益圈并没有多少部分有所交集 而这不仅成为了德日合作原因 同样也是德国不会对中国出手的理由 毕竟等到二战全面爆发 日本早已对我国展开强大攻势 德国完全没必要去和自己的合作伙伴争立 这样做他非但得不到什么 反而还会跟自己的盟友离心 这对他们打赢战争有害无利 其二人口数量有限 德国军事实力确实强大 正因如此 希特勒才可以把战线拉到很长 并且还能多体区作战 开辟东西南三条战线攻势 入侵占领波兰丹麦 挪威 荷兰 比利时 法国等国 而这些战场开阔 免不了要消耗大量兵力 德国人口就那么多 就算前线急需补充兵力 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 征集到足够的士兵 更何况 希特勒是不允许其他国家的人 加入到德国军队 进而参加战争的 在希特勒看来 只有亚历安人和德意志人 才有资格作为文明世界的建设者 所以那些在战场上 为德国浴血奋战的 必须是德国本国人 即便希特勒不要求这些 征集占领区的百姓 加入德国部队 他们也不可能会全心全意 为德军效力 为了解决人口问题 增加兵力 希特勒开始一个名叫 生命之源的计划 简单来说就是 让德国军官跟纯种亚历安美女 发生关系 让这些女性大力生孩子 以便给德国增加兵力 但是十月怀胎 加上养育成人的时间 显然是跟不上战场兵力的消耗速度 十月怀胎速度太慢 就干脆直接命令部队 只要占领区有 具有亚历安血统 和相貌特典的儿童 就都绑架到德国 动到德国家庭抚养 等他们长大 就送入部队 但这种丧心病狂的方式 显然也需要等待 可战争局势一会儿一个样 希特勒根本等不及 等到这些孩子长大 二战也早就结束了 所以德军当时 能将战线拉到苏联 就已经达到极限 哪还有兵力去侵扰我国呢 第三 中德两国地缘位置相隔太远 从我国首都到德国伯林直线距离 是7355公里 如果德国部队走陆路前往我国 那就不免要经过中间 吉尔吉斯斯坦 塔吉克斯坦 阿富汗 乌克兰等多个国家 当时德国 可以说是已经把周边国家 都给得罪过了 这些国家即便阻挡不住德国铁军 但也能将德军弹药装备 以及兵力消耗的差不多 等到德军到达中国 原本势不可党的攻势 也早已被这些国家大大削弱 并且早在2000多年前 德国周边的罗马帝国 就曾真正尝试过一次 亚历山大大帝率领着军队前往我国 然而 他们不仅没能抵达我国 反而还走错了路 拐到了印度 找错对象也就算了 最后还没能打过 罗马军队被印度打得是落荒而逃 回到自己地盘 由此可见 要想从德国那边走陆路 前往我国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当然这都是古代的事情 现在还可以乘坐飞机走高空 但在二战期间 德国还没有续航能力 这么强的飞机 能够直接飞敌我国 甚至再来个折回的 那时德国战机的飞行里程 最多也是400到700公里 油耗近就得降落加油 而这个飞行距离 显然是不能够抵达我国的 就算德军战机上带过的物资 能够中途加油 但是他们的飞机不一定能在中途停靠 毕竟基尔基斯坦 塔吉克斯坦 阿富汗这些国家 也不会眼睁睁看着他们 从自己的领土上空飞过 他们势必都得跟德国较量一番 最为关键的一点是 德意志若是想攻打我国 除了要跨越几个国家外 还要筹备充足的兵力和物资补给 要知道 在我国全面抗战爆发后 日本持续投入到我国总兵力 已经有32个师团 而日本所拥有的总兵力 也就只有34个师团 可以说 日本差不多算是把手中兵力 都投入到了中国战场上 而德国要是想攻打我国 其派出兵力只能多不能少 毕竟在前往我国途中 德军还要应付其他国家 但是德国显示 无法满足这样的条件 希特勒在二战期间 已经把战线拉得很长 同许多国家交战 其兵力并不富裕 更何况 他最后所面对的对手是苏联 就已经足够难对付了 他们不可能再分出精力 来打中国 总的来说 希特勒确实对久远的中华律史 有着深深敬意 他非常喜爱中国的古代兵法 和军史书籍 尤其喜欢看孙子兵法 他不仅随身携带孙子兵法的 德文一本 认真攻读 并做笔记 而且还要求中高级军官 人手一本 让他们掌握其精髓 并运用到作战中去 然而这一做法 并不能说明 希特勒有中国情节 这也不是他在二战期间 不攻打我国的原因 德国人口少 距中国太远 就算希特勒克服这些 非要在中国发起战争 说不好 最后也只会落得个 头疾不成 十把米的下场